继十号杜杰成功后 各大远古怪胎也纷纷开启天杰 但没想到最强的石灌王宇哲仙 竟然陨落在了天杰中 书接上回 十号成功度过天杰的消息席卷了整个仙谷后 又有远古怪胎踏上了这条路 引动天杰 淬炼己身 这对于原住民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尤其是那些与十号有过节的强者 暗自庆幸起来 不用再为此低头去向十号认错 很快便确认了杜杰之人 正是来自剑谷的孤剑云 一柄天剑斩破虚空 无尽雷霆击落 将大地都砸得塌陷了下去 凭借着几世的积累 孤剑云后继勃发 成功渡劫 围观的众人能够清晰地看见雷杰中 也出现了一个仙齿 这就证明孤剑云也能带出雷杰叶 为原住民进化祖众 让人意外的是人马族与古魔族 也各有一位天神出现在了这里 他们畅快大笑 等待着向孤剑云索要雷杰叶 而这两位正是马月与魔洛 也就是当于截杀十号的天神强者 最终当孤剑云走出雷杰后 预示着他也成为了最强的天纵器材之一 不少天神手持圣物凑了上去 想要与孤剑云交换雷杰叶 然而孤剑云的格局很大 他没有收取天神们的宝物 反而直接将雷杰叶送出 与十号对比之下 孤剑云就显得格外坦诚 这也使得不少天神 对他的品行赞不绝口 其实这拳在孤剑云的掌控之中 他可以凭此拉拢原著名的人心 如果有着一些天神鼎力相助 那他在仙谷内将不会再畏惧十号 然而片刻之后 那些喝下雷杰叶的天神 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他们的诅咒依然存在 并未有减弱的征兆 这些天神瞬间从天堂跌入地狱 先前的喜悦全部消失了 反而越发的失望透点 他们探出神石发现这雷杰叶 虽然同为金色 可内部也蕴含着紫光 提炼后才发现 只有少许的金色之叶 大部分竟是紫叶 看来孤剑云这次所度过的 并非是最强天节 故此他所带回来的雷杰叶 并没有净化诅咒的奇效 这一刻摩洛与马月后悔不已 因为刚才他们为了讨好孤剑云 故意说出了一些诋毁十号的话语 若是这些话传到十号耳中 他们以后就别想解除诅咒了 这几日仙谷接连有人杜劫 马月和摩洛等天神第一时间赶去 结果没有任何收获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诗号 可以凭借三道仙气迎来最强天节 越是如此 越发图显出诗号的超凡 以及对仙谷的重要性 当然孤剑云度过的虽然不是最强雷杰 但毕竟也算是成功度节 是诗号之外唯一活下来的强者 许多部落仍然在拉拢孤剑云 略为凭借他的潜力 未来也有冲击最强天节的资格 不久之后 一道恐怖的气息震动仙谷各方小千世界 巨大的黄金宫殿从虚空大裂缝中浮现出来 这意味着那座擂台即将出现了 群雄争霸 天才交锋 只有最终的胜利者 才能得到传说中的造化 果不其然在黄金宫殿出现后 一座古老的决斗场也缓缓显化 虽然决斗场看起来暗淡而又朴实 但却散发着一股滔天的杀气 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惊艳的天才死在了其中 若论古代怪胎哪里死得多 毫无疑问 就是这座擂台上 尤其是这一世 历代的最强者都聚集于此 在末世相遇 人们叹息到 这一世决斗场出现得太快了 仙古这才仅仅开启了数年 没想到就要迎来最终的大战 又过了数日之后 朝界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雷光 人们纷纷全都抬头 望向凶朝方向 那正是哲仙开始杜劫了 引来的雷霆之力无法想象 绝对要远超孤剑云 直接笼罩住了那片天地 但无人敢靠近那个绝地 因为凶朝中的大战 就连天神也忌惮不已 与此同时 另外一片遗迹中 电芒惊世 化成汹涌的汪洋 那是传闻中的诅咒之地 平日里原住民也不敢靠近 可是基日六冠王宁川 却选择了在此杜劫 十冠王可就更牛了 他直接来到了死亡之海 开启了天结 整片海水都被雷光淹没了 恐怖滔天 这一遇三大志强者同时杜劫 可却没人知道他们是否存活 直到又过了两日 有人声称看到凶朝的哲仙 泄洒虚空 坠落而下 就连躯体都被劈成了两劫 很快又有人表示 明川也陨落了 在最后一道雷光落下时 他整个人化为了灰烬 而后一位海中的英灵说道 十冠王也被雷杰击中眉心 丧命于死亡之海 这个消息一出 直接轰动了整个仙谷 人们猜测是因为擂台江线 三人急于突破达到最高境界 可最终却陨落在了可怕的天结之中 很明显这最强的三人消失后 十号的地位就更加非同凡响了 很多之前沉默的部落 也开始派人与十号取得联系 希望将来可以分得一些雷杰业